自古女性的魅力不仅仅来源于脸蛋与身材,而是来源于举手投足时优雅优美的形体。 用一个词来诠释,那就是气质,而维度就是通往气质的最佳桥梁。 气质美是以形体美和姿态美为基础,一个人的气质培养就是形体美训练。 在形体训练过程中,不知不觉会对练习者气质的定型产生影响。 因此,形体训练是气质培养最有效的方法。 在形体训练中会提高自信,练习者能感受到自己慢慢增加的自信和勇气, 从而使心理素质得到提高,使身心全面发展,进而展现完美高雅的气质。 对于许多女性来说,形体优美有着不同的标准。 有的说瘦就是形体美,有的说丰满才是形体美。 那么,究竟形体美有没有具体标准呢? 专家指出,如果身体整体协调,无论从正面看还是侧面看,都能呈现S型曲线,那就是形体美。 然而,很多女性往往误以为瘦就是美,利用过度的减肥来达到S型身材。 让维度来告诉你,那并不是真的美。 维度形体坐落在哈尔滨市南港区永兴街25号,是属于香港瑞城国际集团的慈航之家健康思想汇丽的一个项目。 是一家专注于女性,善儿形体矫正,气质提升,礼仪修养,健康瘦身的训练机构。 一家专为中国新时代女性传播美与形体气质而奋斗终身的企业。 其次,会所拥有30余个功能区和服务项目,是集吃、喝、玩、乐、住、行、养、想为一体的一站式服务场所。 以健康为主题,以私人定制为核心,房车接送为您量身定做高端企业服务,成为我们会员绝对让您倍感尊贵。 那么我学习了形体以后呢,首先第一点,我有了一个健康的身材,从原来体重150斤变成了现在的105斤。 那么第二点呢,是我有了一个健康的体态,那么我通过学习形体呢,改变了我的驼背啊,包括探镜啊,头颈前身,还有这个臀部下垂和XO形腿的一些问题。 那么第三点呢,我也真正的提升了自己的内在的一个气质,也活出了自己想要的自信、独立和高贵的这样的一个气质。 那所以说呢,既然我现在可以变得越来越好,那么我也想让我身边的女性朋友都能越来越好,所以说我创办了维度形体。 那么维度形体的使命呢,为中国新时代的女性传播美丽之道,奋斗终身。 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愿景,我们的愿景就是能成为中国新时代女性最信赖的专业形体学校。 你只看到我人群中的优雅,却没看到我优雅的背后汗水。 你曾否定我的过去,我已证明给你看。 你质疑我维度培训,我嘲笑你满足现状。 你只听见了我的故事,却没看见我走过的路。 先跑的人不一定就跑得更快。 首先,你得知道方向。 当我创造了维度,18年前赴北京参加25天国际培训。 参加08年奥运会礼仪培训,马尼老师的授课。 我才真正领悟方向对瘦身的重要。 从过去受到许多的偏见,到现在的品牌魅力。 以前质疑的人们也一起加入了现在的我们。 在一起超越了自己,在一起燃烧了卡路里。 他们用行动来证明自己,现在加入也不晚,我们相信你也可以。 还在等什么?维度气质形体,带你遇见更美的自己。 维度形体,两亿中高端女性的选择。 我是赵潜,我为维度代言。